好,同學,我們來看這一題,這是您問的第二題 那第二題的部分,它講到說鐵離子 它在所謂的高猛酸甲這樣子的一個離子裡面 它放在酸性的環境下,它會變成鐵、鎮三、猛、鎮二、還有水 那一開始我們要用所謂的氧化還原的平衡來看 所以我們看一下鐵現在是鎮二 到鐵變成鎮三的時候,它總共氧化數上升了一 猛的話,這個地方MNO4-1 這個猛,你可能看不出它的氧化數,所以我在下面有算給你看 假設一開始,我們假設它是X 它加上四個氧原子的氧化數是-2 所以加上四個-2,它總共靜電核是-1 所以X可以很快地算出來等於鎮七 那X如果等於鎮七的話,就是說這個猛 MNO4-1裡面猛的氧化數是正七 那右邊呢,猛的氧化數是正二 所以正七到正二氧化數總共下降了5 那我們講過了,氧化還原它是共半發生的 共半發生就是說今天它上升了1,它下降了5 目前為止我們看到兩個人上升下降的總數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要來看一下正一要乘以5 -5不動 如此一來上升總數跟下降總數才會是一個相等的數值 那我們再往後看 當我們這邊乘以5的時候,橘色的單槓所作用到的人都要乘以5 橘色單槓作用到的人都要乘以5 那紫色單槓並沒有任何倍率的加乘 所以紫色單槓上面的數字就是1,還有1 最後我們再利用所謂的電鶴平衡 電鶴平衡,鐵離子,雅鐵離子帶正二 所以5乘以正二 加上一個MNO4高蒙酸根 那它是-1,一個-1,加上不知道多少個 本來我這邊不知道多少個正一 氫離子不知道多少個 會等於右邊的鐵正三有5個 蒙正二有1個 如此一來我們知道 本來不知道這個數字,我把它遮起來 所以現在透過方程式一元一次方程式 我們知道這個地方必須填上8 如此一來才會做電鶴平衡 那如果箭頭的左邊有8個氫 右邊就要有8個氫 所以我們這邊寫上了4 好,就這樣子囉